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如何利用美国对拉美的漠视 巧妙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随着习近平的访问 拉丁美洲正在见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并逐渐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报导指出 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习近平在南美洲的高峰会议和港口落成仪式上 无不昭示着中国在经济上证将美国边缘化 中国的基础设施计划不仅涵盖了贸易往来 还包括了针对当地资源的投资 这使得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愈加巩固 然而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却显得有些落伍 主要集中在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上 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潜在经济机会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官和企业高管的积极行动 则使得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局势中 习近平的拉美之行部仅是一次经济合作的展示 更是对美国影响力的直接挑战 拉美国家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但面对中国的主动出击 这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明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 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交织的舞台正在展开 这片地区历来被视为美国的后院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 这种看似永恒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被重新书写 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揭示了习近平主席此行南美的战略意图 在他即将抵达秘鲁立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时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中国在拉美的扩展 中国不仅以经济手段取代了美国在多数拉美大型经济体中的主导地位 还通过复杂的外交手腕和巨额投资 将自己的影响力伸直于这片土地 从阿根廷的里矿到委内瑞拉的原油 再到巴西的铁矿石和大豆 中国对这些资源的渴望犹如饥饿者对食物的渴求 威廉与玛丽学院8Data研究室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拉美的项目总值高达2861亿美元 包括波哥大和墨西哥城的地铁线路 以及厄瓜多尔的水电大坝等大型基础设施 与非洲相比 中国在拉美的贷款策略更加灵活 项目的反对声相对微弱 这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来巩固其地位 习近平的此次访问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在秘鲁 他将主持一个大型港口的落成仪式 这个项目不仅是中拉双边贸易的象征 也是中国构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重要一环 对于习近平而言 这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展示 更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一次挑战 与此同时 美国在拉美的存在感则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对很多拉美国家来说 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固然重要 但这些国家也在日益发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 被当作次要角色对待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瑞安伯格 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失望 这个地区拥有美国企业梦寐以求的一切 但我们却只看见机会从指尖滑落 不难看出 中国并不只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 习近平的长远目标是通过全球南方的视角 打破西方二战后建立的秩序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阿尔瓦罗·门德斯指出 对拉美地区的持续关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些国家需要这种认可 然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拉美的态度 更像是防范性措施而非合作伙伴 面对中国的步步紧逼 美国可能将陷入一种被动的境地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或许会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向中国靠拢 尽管这可能会带来艰难的选择 在贸易和投资方面 中国的步伐显得更加前瞻性 借助华为和比亚迪等公司 中国不仅在拉美市场稳步推进 还扩大了其在通信和电动车领域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在拉美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中国在太空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 但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贸易顺差 和渗透传统行业的行为感到警惕 如今拉美国家的资源丰富 人力资本充足 吸引着中国和其他全球经济体的目光 也正是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决利的核心原因 伴随着两国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的博弈 拉美国家也在寻求更具平衡的外交政策 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 美国南方司令部的显赫将领 对中国在拉美的渗透表达了不安 而白宫则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持久性的经济机制 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然而对于许多拉美国家来说 中国的经济魅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背景下 习近平关注拉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孤立台湾 在全球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11个国家中 有7个位于拉美 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微妙而重要的棋子 尽管如此 中国在拉美的步伐并非一帆风顺 巴西在习近平访问前不久 拒绝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邀请 这对中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尽管一带一路已覆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22个国家 但巴西的立场表明 这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互惠准入仍存疑虑 在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合作中 采矿和农业是中心 但中国在电力电信乃至太空领域的投资也在增加 位于阿根廷的卫星跟踪站 则是中阿两国加强准军事联系的一个象征 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 拉美国家显得更加精明和成熟 美国需要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审慎 面对中国的慷慨解囊和战略考量 拉美的未来或许会成为 全球地缘政治棋盘上最具挑战性的一格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从经济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上升 其实是对美国长期忽视的回应 正如你所知 美国对拉美的态度 更多集中于移民和毒品 而不是经济合作 中国看到了这个空隙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贸易合作和外交努力 填补了这个空白 根据威廉玛丽学院的数据 中国在拉美的项目 总价值达到了2861亿美元 这种规模的投资 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也为中国在拉美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和友善的外交关系 更何况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 已经在40个国家展开 其中包括一些与美国有历史恩怨的国家 如古巴和委内瑞拉 这表明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 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 美国如果继续无动于衷 将很难在未来与中国争夺拉美的主导地位 楚天书 你的观点看似有理 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拉丁美洲对中国的依赖并非无风险的经济行为 中国的投资虽然庞大 但并不是没有附带条件的 这种投资模式在非洲已经引起了债务陷阱的担忧 事实上 瓜多尔的水电项目质量问题和秘鲁环境破坏事件 已经让一些拉美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合作 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在拉美的形象 也让当地政府对中国的长远意图保持警惕 更何况 美国虽然目前在政策上有所疏忽 但是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大国 对美国的好感度仍然高于中国 只要美国愿意调整策略 重拾对拉美的关注 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仍然可以迅速恢复 谢琪琪 你提到的质量问题和环境影响确实存在 但这些并非中国特有的困境 任何跨国发展项目都难以避免这些挑战 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不仅是经济上的 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拉美的多次访问 以及与多个国家签署的协议 显示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政治上也在挑战 美国在拉美的传统主导地位 你提到的皮尤研究的好感度调查 虽然反映了一部分民意 但并不代表政府和企业的取向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 在贸易政策上向中国倾斜 比如乌拉圭和厄瓜多尔 积极与中国商讨自由贸易协定 这种趋势将使中国在拉美的地位 愈加稳固 而美国若不及时改变对拉美的策略 恐怕只会在这一地区越发边缘化 楚天书 你的论点固然宏大 但忽视了美国在拉美的深厚根基 美国的文化影响力 教育合作和长期的经济联系 都是中国难以迅速替代的 更何况 美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 仍然是全球领先的 不少拉美国家在高科技领域 仍依赖美国的支持 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和资源开采上 出手阔绰 但这并不能弥补 其在高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劣势 更重要的是 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 更接近美国 这种文化和政治纽带 是中国难以动摇的 只要美国重视这些无形的资产 并在贸易和经济上 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合作 其在拉美的影响力 绝不会轻易被中国取代 虽然中国的崛起值得关注 但美国的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谢琪琪 你提到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联系固然重要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经济利益往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制造能力 已经成为拉美国家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 这无疑增强了中国在拉美的吸引力 再者 中国在拉美的深入布局 不仅体现在经济上 还包括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等领域 比如 中国在阿根廷的卫星跟踪站项目 就展现了中拉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潜力 这些合作不仅填补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拉美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若想保持其地区影响力 必须正是拉美国家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的多样性和自主性 而不是继续依赖于过去的文化和价值观纽带 楚天书 你的观点虽然展示了中国的行动力 但忽视了拉美国家的自主性和多元选择的现实 中国的投资和合作的确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但也带来了挑战和风险 拉美国家并不是单一的依赖中国 而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仍然是拉美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和投资来源 而中国虽然展示了强大影响力 但并未完全取代美国 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深知与中国合作的利弊 他们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 以维持双边的经济和政治平衡 美国只要调整其对拉美的政策 加强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仍然能够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退 而是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 双方都有机会发挥各自的优势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辩论中展现了各自的观点 针对中国在拉美的影响 利于美国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楚天书强调了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支持 认为美国的忽视让中国在这一区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他的论点强调了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合作上的积极性 并且展示了中国如何利用对拉美的合作来加强其全球影响力 然而谢琪琪的回应则揭示了中国投资背后潜在的风险 并指出拉美国家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的多元考量 他提到的债务陷阱问题 以及中国在环境和质量方面的争议 无疑对中国在拉美的形象造成考验 此外 他强调了美国在文化、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 并指出这些因素使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 从辩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经济利益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 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他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如何透过经济手段来扩展其影响力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然而谢琪琪所提到的拉美国家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也不容忽视 拉美国家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不希望被任何一方所完全依赖 这样的动态关系显示 拉美地区的未来并非简单的中美对抗 而是多方合作的复杂格局 总的来说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呈现出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格局 以及拉美国家的多元选择权 这场辩论不仅探讨了经济利益的影响 还涉及了文化、政治及环境等多重因素 使得我们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两位变手都提出了有力的观点和视力 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希望未来的讨论能够继续深化 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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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